大马伊斯兰发展局已向KK超市发出严厉警告 以确保涉及宗教敏感性的问题不会再度重演 伊斯兰发展局总监拿督哈基马今日发出文告指出 KK超市创办人兼执行主席拿督斯里蔡志全 昨日已和伊斯兰发展局会面 就此次风波解释及已采取了相关措施 避免问题再次发生 KK超市和Superstore有限公司一同意 对公司的标准作业程序进行审查与更新 他指出伊斯兰发展局严正看待此次事件 这不仅涉及宗教敏感性 更是有可能对我国的社会和谐造成破坏 伊斯兰发展局告诫所有企业家 制造商、供应商、进口商需时刻保持警惕 认真看待涉及宗教与种族的敏感问题 以捍卫国家和谐与人民福祉哈基马旭称 关于警方对此次事件展开的调查 伊斯兰发展局亦给予支持 同时也建议各方误借机挑起涉及三二王室 种族、宗教的就课题 并将此事交由执法当局